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言,今天是2024年的10月30号,那么现在是美东时间的这个深夜了,由于我们这个前方的记者非常辛苦啊,给我们搞到了这个非常有价值的料,那么我就今天给大家做第四场直播,那么这第四场直播也是跟张又霞 和这个李强,韩正,还有陈金宁的政变,包括张夏的儿子张文杰的政变有关系,大家都知道昨天这个中央党校那开了会啊,事实上是我们这边今天开了会,中央委员和候衛员几乎是在这个中国境内的, 几乎是所有人都参加了啊,那么我发现只有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有可能是在外访没有参加,其他的这个政召局委员和中央委员都在参加,那其他的还有啊,还有这个什么新疆生产监视频团, 武警啊,有关部门的领导也都参加,全国人大这个和全国政杰啊,这个共产党员级的啊,领导也都参加, 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啊,说到这个中央党校的这个关于贯彻啊,领会三中全会精神的这个,呃,辅导会啊,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这个,呃,辅导开班仪式会啊,这个已经开始了, 在这个开会结束以后啊,我们前方记者这个得到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习近平跟这个张额霞,因为这个这两天我们在外面不断的这个揭露张额霞的腐败,揭露张额霞的野心,那么有一个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啊,那么这个对话呢,就是张额霞,大家已经昨天看到他在电视上的表情啊,非常的, 这个生气,也非常的这个凶狠啊,嗯,前面我也给大家介绍了,把人准备,要派人啊,就是在半个小时前我做的那场直播,嗯,已经介绍了,他派人找人把我干掉啊,尽管这个推特上,有些人在这个,以真实的面目出来在讲这个事儿,其中还说,张额霞问到习近平,你为什么给钱给赵颜,支持赵颜, 来报我的料啊,报我的腐败的事儿,报我这个家族的事儿,报我儿子的事儿,包括我儿子,这个28个啊,这个,在军方,作为这个领导小组的事儿,他会怎么知道,不是你告诉他,不是你身边的人告诉他,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么详细,他都16个年没回国了, 他对我们,现在所干的事儿,门清啊,这个,他对这个习近平提出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啊,但是,写这个稿子的人呢,他似乎好像知道这个谈话,但是他说,习近平,只是这个跌着头,啊,不回答,这是,这样的写法是张额霞的志气啊, 灭了习近平的威风,但是张额霞所雇佣的携手啊,包括李强所雇佣的携手,他们是在海外要给钱的,在海外有计划的啊,布置来这些,要布置这些任务,那我在这边呢是,我跟习近平没有任何联系,大家也知道啊,大家也清楚啊,为了访民的利益, 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带领,不能叫带领,我参与啊,我策划了,这个没错,那个,好多方面一起啊,在习近平到,到达美国之前,到达美国之后,在华盛顿,在马拉格庄园啊,甚至在纽约都有过蓝车告一状的行,行动啊,所以我跟他没有直接的什么任何的关系啊,这是无可质疑的啊, 那么,刚才,前方记者告诉我说,哎,这个中央党校回台湾以后,张立霞非常不满,找习近平这个谈话,就说到这儿了,但是习近平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回答他,也不是没有说话,但是关于我这部分,他没有讲完这个电话就断了,他在电话当中说,张又霞跟习近平讲, 我要按照军委的惯例,做军委主席,而且要做到85岁以后,大家知道这个毛泽东是73,84,84,这个延门不叫,他自己去了,整个是3个28,我也给大家讲过,3824,正好84岁,他死了,他就不再做这个军委主席了, 那么,邓小平呢,也是这个,七十八十开始真行读华,一直到他这个,1997年,1989年,那个,名义上,在这个8964,开枪以后,得到国际议论的压力, 他不得不,名义上,退出了这个军委主席的位置,把这个位置交给了这个,大名字,江哈嘛,江泽民,交给他以后呢,事实上江泽民也没有这个,控制住这个军队,虽然他是军委主席, 但是邓小平还接着在,在实际控制着,通过杨泽忠等人,实际控制着军队,王瑞林等人,实际控制着军队,一直到1995年,邓小平一月份中风,陈云看到这个时机来了, 就从空军大院和海云大院,能处两辆重型卡车,把王瑞林车创翻了,王瑞林这个,从奔驰600里,防弹车,爬出来以后,第一件事就跑到27军,掉了一个营,被邓小平的整个家的防务,全都换掉, 就是不用这个,他们原来所用的人,那我对邓小平对自己的安全,那邓小平正风醒来以后,王瑞林汇报说, 哎,我被撞,老邓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不能死在陈云之后,不久,陈云就,这个自己,就邓腿了,在这个北京的某医院,那他邓腿之前, 柏西莱的爸爸,柏一波,拎了一壶老酒,去看,到北京医院,我没记错的话,到北京医院,去看看,人民日报还发了大整万的消息, 说这个陈云跟柏一波的这个半个世纪的感情,这半个世纪感情,是不是送了一壶老酒,就把陈云,这个给送上西天了, 大家自己慢慢去想,反正,这个政治斗争啊,残酷起来,体制内的政治斗争残酷起来, 那是非常的令人感觉,那么张立霞现在说,我要管理,我现在身体很好,我不紧不退, 这个接着干,言外之意就是,习近平你同不同意,你不同意我也要干, 你身体不大好,我要在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上,你越成为军委主席, 你同意我也这么干,你不同意我也这么干,所以两个人,这个对话就开始升级了, 那习近平呢,怎么说呢,说张立霞,你的阴谋已经败露了, 因为你通过背叛来达到目的,因为习近平始终认为, 张立霞这个对他的工作还是相对比较支持,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想到, 他发动了一场这个反腐败的斗争,那么在军中最最腐败的, 还不是这个徐才厚,还不是郭伯雄,也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黄恒辉,也不是张阳,张阳出来自杀了, 那么这个,更不是李尚福和这个魏凤哥, 而恰恰是,曾经一度辅佐过他的, 算是,算是这个,他认为,非常这个, 被信赖的,军阳出主席张又霞, 现在张又霞,提出了条件,我要干到85岁, 那干到85岁还不算,还跟习近平讲, 共同全会以后,或者是21期大, 我要做政治局的常委,就是, 我现在做副国级领导人不够, 我做正国级领导人,那么要不你退, 要不这个,我呢,就是,言外之意, 你要不退的话,不把军委主席让给我的话, 那对不起,我就实行,可能实行兵舰, 所以,这个习近平也是没惯着他, 说你这个是以背叛来, 嗯, 你的阴谋已经败露, 你以为你通过背叛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张又霞就说, 其中,我是当代的张良, 我懂得如何在黑暗中运筹帷幄, 你根本无法想象,我能做的事情, 他是确实给他弄了28个职位, 这是习近平无论如何,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习近平也贵为中共的很多组长, 财经领导销组组组长, 国家安全委员会, 领导销组组长,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 但是我估计怎么数, 习近平也数不出28个来的, 张又霞还是个厉害, 那么习近平又回答, 你是张良, 你不过是一个卑鄙的阴谋家, 他俩这样的对话应该不是一次了, 真正的英雄是不会用卑鄙的手段来争夺权力的, 张霞已经是非常清楚的, 我又干到85岁, 你就得退位, 我能把军委主席让给我, 你又不让, 咱们就试一试, 我儿子, 我三个儿子, 跟你折腾一下子, 这个看看到底咱们鹿死虽首, 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意思, 看他昨天那一脸的凶象, 也完全有可能, 搞不好近几天之内, 还实行兵剑, 完了把这个蔡奇啊, 或者是习近平也许给软禁起来, 把他销销的, 在某一天公布什么时候, 他身体不行, 他宣布退位, 这个让给我吧, 那就看习近平下一步动作是什么了, 张又霞又说, 英雄, 什么英雄啊, 你只不过是坐享其成的, 坐享其成的, 亏类, 他也没客气, 所以这个, 因为习近平骂他是阴谋家嘛, 他也回敬了一句, 你就是一个亏类, 让你坐在这把椅子上, 你不是你自己, 而是这个, 你父亲的那一辈给你留下的影响, 这是一个, 二一个, 他言外之意, 就是老江和老胡, 都可以操纵你, 尽管你不太服气啊, 抓了他们的很多人, 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我们必须得来操控你, 你得听我, 你要不听, 那对不起, 他能说这样的狠词也是够狠, 我在为真正的强大而战, 他因为他, 他现在这个所做的一切工作, 联系俄罗斯的攻打台湾, 都是为了中国的强大而战, 但是我们的观点, 他这样做其实不是, 是为了掩盖自己家族的腐败, 因为他知道, 习近平对反腐这件事, 看得有多重, 他自己说, 我们宁可得罪一千多个人, 一千多个家族, 但是我们不能得罪十三一人, 显示了他反腐的决心, 那么正因为反腐, 他成为中共党内现在最大的一人, 那么我是在为真正的强大而战, 而你只会束缚, 说习近平束缚国家的未来, 那言外之一就是, 我要派兵去这个乌克兰, 那个支持普京, 打乌克兰, 收复乌克兰, 我要派兵, 我演习, 我要收复台湾, 你又结果跑到福建去, 你又把这个, 演习给我中间就要停了, 你这是为了阻止强大, 为阻止我们中华民族振兴啊, 他想的是这个, 我上午已经给大家讲, 这两片已经给大家讲, 要转移国内之间的政治矛盾, 和彼此之间, 你死我活, 斗争的矛盾, 不让老百姓知道, 他们最好的办法, 对内发动一场, 这样, 你在国内, 你说, 让云南省金区跟广西省金区打起来, 这不大可能, 那么怎么办, 发动这个东南沿海的这个部队, 打台湾, 这是完全有可能, 因为, 大陆你, 从这个49年以后, 就始终给人民灌输, 我们要解放台湾, 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要解放全世界, 解放全人类, 最后再解放我们自己, 现在这样话不太说了, 但是武统台湾这个词, 始终没有放弃, 在邓时代就没有放弃, 在江时代也没放弃, 吴时代也强调这一点, 到了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虽然没说, 更多的武统, 更多的强调是两岸一家亲, 但是他作为军委主席, 要作为军委主席, 强调的是军委主席负责制, 让别人搞演习, 搞得实在是太过火, 容易两岸擦枪招火打起来, 所以他不得不辛苦自己, 在其重病的前提下, 他跑到福建去, 把那场军演交停了, 这不是我第一个人先说, 我的老亲长老登, 也说过这个话, 我一开始还没注意到, 习近平跑到福建去干什么, 闹了半天是, 这个张医霞又在背后搞军事演习, 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家族的腐败,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他说速服, 你这就是只会速服国家的外来, 如果你让我出兵乌克兰, 我跟普京大帝联手, 没准我们再一联手, 就可以把美帝国主义消灭了, 我们再一联手, 通过俄国之战把欧洲, 法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这几大, 几大强国, 也许我们一联手就都把他们想不想, 他想的是这个, 至于他这个, 能不能导致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不管, 反正弄两场战争, 一个是对外的, 一个是对内的, 对本国家内部的, 先把我你那个反腐败的嚣张起言, 我给你消掉, 我通过两场战争, 我控制住军队, 我让你习近平, 这个虽然贵为军委主席, 但是我让你没机会指挥军队, 因为谁都明白军委主席是不可能上前线, 但是军委副主席, 尤其是参加过越战, 你张又贾, 他完全有可能接着带兵去, 去这个给他人授权, 你去这个乌克兰去打仗, 或者是他多年提拔在栽培的这些老部下, 你们去打仗, 我是事实上军委主席的实际控制人, 习近平家军委主席, 但我可以控制他, 他想的是这些事, 那么一旦打仗, 谁也关心腐败的事, 关心自己的命, 比这个关心反腐败的事还要重要, 这就是他的预算, 那我们今天这个讲了次场, 关于张又霞, 韩正, 陈吉宁, 还有李强的政变, 以及他们私生组参与政变的情况, 已经介绍的是几乎是相当的多了, 也是比较充分的, 因为前方的记者很给力, 那么我尽管这个算是比较累, 但是我还撑得住, 那么下面再给大家说一条, 路透社今天发表了一个消息, 全国人大将在11月8号批准, 中国的一个救市计划, 就是10万亿的救市计划, 因为现在的经济, 可能在这个经济层面上, 分析人士认为都不大好, 那只有这个10万亿进场, 才能救得中国目前的很多的, 这个经济不好的状态, 我们知道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 搞了一次200几年, 03年,04年, 搞了一次这个4万亿的救市计划, 中国的高铁就是在这个动车, 和高铁就是在这个4万亿的计划当中, 开始展开, 当然这4万亿也不是全部投入到这个高铁建设当中, 但是高铁前言后后总共共车投入了28万亿, 我说了28万亿, 有7万亿流到海外了, 至少7万亿流到海外, 那7万亿就是1万亿美金, 刘日军和主管他的这些高官们, 那是弄了个兜满豪平, 为此, 因为高铁, 刘日军的弟弟遭到了警报, 就是武汉铁路分局长车站, 当委书记被举报, 就是刘日军的弟弟, 结果他弟弟买凶杀人, 当了一个4岁的孩子面, 把举报人, 也是一个铁路上的员工举报了690弟弟, 当了4岁的孩子面杀了, 那刘日军买空了令计划, 和胡锦涛的老婆自己的一命报下, 那么我过去也有报道, 说他弟弟在武汉湖北监狱, 在进行着高铁批发, 从个人的角度讲, 刘日军对他的弟弟, 他不是这个亲生的弟弟, 是他养父养母的孩子, 他从小长在养父养母家, 他对他的回报, 就是把这个弟弟命救下来, 他通过的方式呢, 是腐败, 绝对的腐败, 那么刘日军在这个高铁介绍当中, 很多人认为他有贡献, 我觉得他贡献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强大, 因为你只要有钱, 谁都可以把国外技术, 中国的高铁就是, 德国的西门子技术和日本的技术, 砸不透, 凑起来的, 那么现在呢, 由于欧洲和日本, 在很多零物件上, 限制对中国的出口, 所以将来中国高铁问题, 不会是一行半点, 我们慢慢看, 我十年前就说, 我们看十年到十五年, 以后中国的高铁会怎么样, 我们今天不说, 最近四五号研高铁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在此之前, 高铁刚刚进入建设阶段, 在张德江管理国务院工业的时候, 大家知道在山东一带, 翻车死了很多人, 最后把这个车头都埋了进去, 那么那次的四万亿计划, 跟这个高铁和动车的建设, 是有强大的关系, 那么现在十万亿的救市计划, 应该是国务院提出的, 有人说是, 这个张又霞提出的, 张又霞似乎不是一个, 总经济的这么一个军事专家, 他不是, 那么他很难提出这个救市计划, 这个救市计划, 到底好还是不好, 对中国的老百姓能怎么样, 我们现在都难以估算, 但是这个事实, 十月八号将通过, 这个十万亿救市计划的这个事实, 已经被路特首公布了, 那么将来这个十万亿, 是否能真正的对中国进行救市, 那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